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来看下一个考点是六种组织工具 刚刚我们讲完了组织论的内容 那么这个组织工具呢 它就是用一些图形或者是表格的方式 去表达前面组织的基本理论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组织工具是组织论的应用手段 是用图或表等形式去表达各种组织关系 那么它一共呢是包括这么六个方面 其实它是包括六个的 只不过我们书当中呢给落掉了一个 在我们教材当中 它在编写这一部分的时候呢 把合同结构图给落掉了 而后面它在具体讲解的时候呢 它又讲了这一个 所以它在这儿呢是丢掉了一个 那么在这里呢我帮学员补充上了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回忆一下 刚刚讲完的这个组织论 它重点强调了哪三方面内容 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啊 一个是组织结构 就是重点考虑整个组织团体内部 它的结构谁管谁 谁向谁下达指令 然后第二 组织分工 强调的是整个组织团体内部 谁干哪些事啊 分工 然后第三呢 是工作流程组织 重点强调的是流程 这些工作分别怎么干 按照什么样的流程去执行 好 这是我们刚刚讲完的组织论 这三大部分 然后接下来 我们分别来对照一下 看看这些哪些工具 哪些图哪些表 是用于表达他们三个的 首先我们先说第二个 第二个是组织结构图 这个组织结构图 肯定是用图的形式 去表达组织内部的结构吧 所以它呢 是组织结构的工具 好 然后再往下看 工作任务分工表 管理职能分工表 这两个是分工表吧 所以这个分工表呢 肯定是用表的形式 去反映组织分工的吧 这个很好理解 然后再往下 工作流程图 流程图 肯定是用图的形式 去表达工作流程的吧 好 所以 这就找出来了 分别是这四个 表达了这三个部分的组织内容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剩下了 第一个项目结构图 和第三个合同结构图吧 简单了解一下 我们先来去理解理解 一说项目结构图 肯定是用一幅图 去表达这个项目 它内部的结构 对吧 然后 合同结构图呢 也是用一个图 去表达 签合同的参与方 他们之间的关系 用这个图 去表达 合同关系 好 在这里呢 我们先简单说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会分别去详细的介绍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句话 他说其中 项目结构图 就是它 组织结构图 是第二个 还有合同结构图 这三个 是整个六个组织工具当中 最最重要的三大组织工具 那是最重要的 好 在这里其实他还有一个小的考点 我们大家必须要清楚 我们目前讲了半天 讲的都是组织工具 考试的时候 他可能给我们改成 技术工具 那就错了 比如说 他问 项目结构图 组织结构图 合同结构图 是最重要的三大技术工具 对吗 错 组织工具 一定要注意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先看第一个 项目结构图 什么是项目结构图呢 我们一说项目结构图 就是把整个项目 给它逐层分解 把它的结构给划分出来 从而能够得出 所有的工作任务来 注意 项目结构图 它能够反映出 所有的工作任务来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一个 这就是一个项目结构图 这是一个大的项目 某式地铁一号线 整个项目 那么我们把它逐层分解 分解成车站工程 隧道工程 车站工程又分解成 A车站 B车站 还有N车站 而隧道工程又分解成 AB段 BC段 N-1到N段 这就是把一个 大的项目 给它逐层分解了 这个就是一个 项目结构图 就是一个逐层分解的过程 我们来看一下定义 它是一树状图的形式 树状图 比如说下面都是树根 树根 树状图的方式 将整个项目逐层分解 一层一层给它分解了 在这里还要注意 G形框代表的是工作任务 G形框代表的是工作任务 你看 车站工程的任务 隧道工程的任务 A车站的任务 B车站的任务 N车站的任务 AB段任务 BC段任务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G形框 它代表的是工作任务 除此之外 还要注意 用什么去连接G形框 是不是直接用连线 没有箭头 你注意 它表达的就是逐层分解 我一层一层给你打散了 分解开就行了 所以是用连线去连接G形框 没有用到箭头 然后 这个项目结构图 能够反映出所有的工作任务来 是所有的 好 在这里还要注意 我们在刚刚给大家提到的六个组织工具当中 只有项目结构图 它是唯一的一个 能够反映出所有的工作任务来的这么一个组织工具 它是唯一的一个 能够反映所有工作任务的 好 那么关于这个整个项目结构图 大家都清楚了 好 然后接下来 大家考虑这么一个问题 你说我们对于某一个项目进行逐层分解的时候 它的分解方式是唯一的吗 我必须要车站工程这么分解 隧道工程这么分解吗 不是吧 我们在分解的时候需要考虑很多因素 所以这么多因素最终可能导致我们分解的方式不唯一 简单举个例子 比如说对于某式地铁一号线 如果我想要把车站工程全部发报出去 隧道工程全部发报出去的话 那么我就这么去分解 那如果我要是想把A车站 B车站以及它们中间的区间隧道发报出去 C车站 D车站 以及区间隧道发报出去 我就不能这么去分解了吧 所以对于项目结构图 我们对于任何一个项目进行划分的时候 分解的时候 分解方式不唯一 必须要清楚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同一个建设工程项目有不同的项目结构分解的方法 有不同的分解方法 相信大家这个肯定都已经知道了 然后再往后看 你在分解的时候呢 应于整个工程实施的部署 和你将采用的合同结构要相结合 这个怎么理解呀 你看啊 就是我在分解的时候 我必须要考虑整体的实施的一个部署 你注意 我们在部署任务的时候 重点考虑的是什么呢 施工的顺序 所以我在分解的时候 必须要和整个施工的顺序 你要相结合 相联系 根据施工的顺序 你一层一层的往下分解 嗯 还有呢 和将采用的合同结构要结合到一起 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 像这一个 你是把车站工程和隧道工程分别发包的话 你就这么去分解 如果说你要是想把车站和区间隧道一起去发包的话 你就不能这么去分解了 所以我们必须还要考虑你采用什么样的合同结构 采用什么样的发承包模式 必须要全部结合到一起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 项目结构分解的时候呢 应当遵循以下五种原则 那么对于这个原则 他很有可能去考察多选 看一下啊 第一 要考虑项目进展的总体部署 刚刚我们是不是说了 你在分解的时候 必须要看看 你是怎么去部署的施工顺序 你要根据施工顺序 一层一层的往下去分解 所以说要考虑总体部署 还要考虑项目的组成 你看啊 刚刚我们提到的是地铁工程 很明显地铁它就分为车站和隧道 所以你这么去划分的话 那可能就会更容易一点 再者说 我们对于机场的一些工程 你看我要想要建设一个机场 那么我们要去考虑整个机场 它包括哪几大部分 比如说包括后级大厅 包括跑道 包括一些附属建筑物 所以你要去看一下 这些整个项目 它一共有哪些部分组成 了解了组成之后 我们再去往下考虑 要考虑组成 再往下看 分解的时候 你还要考虑如何分解 才能够有利于项目实施任务的发包 如何分解才有利于项目实施任务的进行 你必须要与合同结构相结合 你看这里我们是不是刚刚解释了 你在分解的时候你看看你是如何发成包啊 然后考虑合同的结构 这些必须要去考虑的 然后第四 还要考虑如何分解才能够有利于项目目标的控制 如何分解才能够让我们这个目标更容易去实现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项目目标的控制 这个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可以说我们在不管是任务的分解也好 你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也好 我们都要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 所以分解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看一看 如何分解才能够有利于整个项目目标的实现 好 然后第五 分解的时候还要结合项目管理的组织结构 前面我是不是说了这个组织结构啊 组织结构指的是整个组织内部 它的一个结构谁管谁 对吧 所以我们在分解的时候 你还得去看一看啊 这些人员他们内部的结构 简单说就是你要把一个老板所管辖的这些任务放到一起 另外一个老板所管辖的任务放到一起 你不能说这是两个老板的任务 你给它掺到一块 那就不合适了吧 所以我们还要去结合项目管理的组织结构 好 这是关于整个项目结构分解的时候需要遵循的原则 这几个需要大家去理解记忆一下 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一共有五个 第一个呢就是要考虑它总体的一个部署 事工顺序的安排 第二个呢考虑整个项目的组成 它是由哪几大部分组成的 第三个呢你要考虑如何发成包 要结合合同结构 然后第四个呢你再考虑如何分解 才能够有利于目标更好的实现呢 最后还要考虑一下整个项目管理的内部 它的一个组织结构的问题 好 一共是这么五个 需要大家刻下多下点功夫去记一下啊 让我们再往下看 他说以上的都是以群体工程的项目进行的结构分解 这些像我们提到的什么机场的建设 地铁的建设 这都是一些很大型的项目 是群体工程进行的结构分解 然后他又说单体工程如果说有必要的话 也可以进行项目结构分解 什么是单体工程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栋楼 对于这一栋楼 如果你觉得有必要 你也可以进行项目结构分解 按照什么投资控制 进度控制 质量控制啊等等 按照你的需要 整个单体工程 他也是可以进行项目结构分解的 那么关于这句话 他一般情况下考试的时候怎么考呢 他这么考 他会说 我们对于项目结构分解呢 主要是针对于群体工程 单体工程呢是没必要的 那就错了 如果说你有需要 单体工程我们也可以进行项目结构分解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四个 第四个说的是项目结构的编码 什么是编码呢 其实这个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 谋式地铁一号线 你看 他把车站工程编码成 1000 然后下面呢 A车站1100 B车站1200 N车站1N00 然后隧道工程呢 它编码成是2000 然后AB段是2100 BC段2200 N-1导N段是2N00 这个 这就是编码 大家考虑考虑为什么要编码啊 这个编码这不就是相当于把这么多的工作任务给它编成号吗 因为任务太多了 你不编码 我们根本就区分不开 简单说 就比如说你所 你们家的房子 上面是不是有个门牌号啊 为什么这个房子上面都会有门牌号啊 因为太多了 我不编码 我根本就区分不开吧 跟他道理一样 明白了吧 就是因为工作任务太多了 我必须要给它编成号 才能够进行很好的区分呀 好 往下看 他说项目结构图 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项目结构图啊 和项目结构的编码 这些都是项目结构的编码吧 他说项目结构图和项目结构的编码 是编制其他编码的基础 什么意思啊 首先你要理解其他编码是什么呢 是对于投资控制 进度控制 质量控制 合同管理 信息管理等 这些工作编码 这些不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三控三管吗 所以在这里 他的意思是说 你不管对于三控三管哪一项工作任务 想编码的话 那么他的基础是谁呢 就是项目结构图和项目结构的编码 怎么理解啊 就是这样 你想啊 你不管对于三控三管哪一项工作去编码的话 事先你必须要清楚 整个项目它一共包括了多少项工作任务 以及这些工作任务的编码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项目结构图它能够反映出所有的工作任务来 以及对于这些任务的编码 项目结构图和项目结构的编码是进行其他工作编码的基础 好 必须要注意 好那关于项目结构图的内容我们就说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涉及到的考点清单 第一个 项目结构图表达的含义是什么 项目结构图它表达的含义就是将一个大的项目逐层分解 从而得出所有的工作任务来 而在这个里面 这个居形框它代表的是各项工作任务 用连线去连接居形框 对吧 好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哪个组织工具能够反映出所有的工作任务啊 哪一个组织工具能够反映出所有的呢 所有的项目结构图呗 对吧 然后看第三个 项目结构图当中居形框代表的是 居形框代表的是各项工作任务 用什么线去连接居形框 用连线 注意没有箭头 第四 项目结构图分解模式是唯一的吗 不是 项目结构图在分解的时候 分解方式不唯一 我们应该考虑很多的内容 对吧 看第五个 项目结构图分解的时候 我们刚刚说了要考虑很多内容 那么具体考虑哪些因素啊 我们一起再来回忆一下 要考虑五大因素吧 第一 要考虑整个项目总体的部署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只要我们一提到去部署任务 重点强调的就是要安排一下施工顺序 这些任务的施工顺序 所以我们在分解的时候 必须要根据施工顺序去往下分解 第二呢 还要考虑项目的组成 整个项目有哪几大部分组成 这个必须要清楚 第三 还要考虑如何发成包 考虑合同结构的特点 第四 考虑如何分解才能够有利于目标的实现 就是有利于实现目标 前面也说了 其实这个实现目标是我们整个项目 建设的整个过程最终的一个目的 我们工作的每一步都是为了让它实现目标的 所以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看看如何分解才能够有利于目标实现 第五呢 还要考虑整个项目管理内部的组织结构 不同的人员谁管谁 好 要考虑这么多 大家备会谈 然后看一下第六个 编制其他工作编码的基础是谁 不管你是编什么三控三管这些任务 编码的基础是 首先我必须要清楚整个项目它一共包括多少项目工作任务 以及这些任务的编码是什么 所以说我们它的基础是 项目结构图和项目结构的编码 对吧 不再写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题目 第一题 编制项目质量 进度投资控制编码的基础是谁 刚刚说了 我们对于这些管理工作想要去编码的话 那首先你必须要清楚整个项目一共包括多少项工作任务 以及这些工作任务的编码是什么 所以它依据的是项目结构图和项目结构的编码吧 所以选择B 因为项目结构图我们能够反映出所有的工作任务来 然后把这个图在编码呢 就是对于这些工作任务的编码 所以它们两个是进行其他工作编码的基础 选择B 不是组织结构级编码流程合同这些都不对啊 是项目结构图 我们找的是整个项目 它一共包括多少项工作任务 以及它们的编码吗 选B 第二个 项目结构分解应结合项目的特点和参考哪些原则进行啊 要考虑总体部署 要考虑项目的组成 还要考虑如何分解才能够有利于项目实施任务的进行 以及如何分解才能够有利于我们这个终极目标 项目目标的控制 项目目标的实现 对吧 好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选A B D E 没有提到特点 你看啊 在这个题杆当中它都提到特点了吧 项目结构分解应结合特点和什么 所以这个肯定不能选了呀 那我们不是一共要要参考五个原则吗 第一个部署 第二个组成 第三个任务的发承报任务的实施 第四个有利于项目目标的控制项目目标的实现 第五个是什么来着 还要考虑项目管理的组织结构 整个项目内部的组织结构嘛 好 所以这道题只有C不对 第三题 关于项目结构分解的说法正确的是 A 项目结构图通过竖状图的方式 对一个项目结构进行逐层分解 这是定义 项目结构图就是用竖状图的方式 把整个项目逐层分解正确 项目结构图能够反映 组成该项目的所有的工作任务 项目结构图是不是能够反映出所有的工作任务来 对的呀 正确啊 第三 同一个建设工程项目只能有一个项目结构分解的方法吗 有多个项目结构分解的方法吧 一个不对啊 第四 项目结构的分解应和整个工程师的部署相结合 对的 你在分解的时候呢 要与整个工程师的部署相结合 并且和你将要采用的合同结构也要相结合 要考虑整体施工的顺序 还要考虑如何进行发承包 正确 项目结构的分解考虑到项目进展的总体部署 采用统一的模式 刚刚说了 它的分解模式不为一 对吧 所以正确的选A B 还有D选项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题 关于项目结构分解的说法 正确的是 第一 同一个建设工程项目 只有一个项目结构分解的方法吗 分解方法不为一吗 所以错了 第二个 居住建筑开发项目 可根据建设的时间对项目结构进行逐层分解吗 是的 因为我们在分解的时候 你得考虑整体的任务的部署 施工任务的实时顺序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时间 进行对于整个项目进行分解 可以的 按照实践的相后顺序去分解 也是可以的 然后第三个 群体项目最多可进行到第二层次分解 我们可以分解到很细很细 没有提到过 我们必须要分解到第几层 分解到第几层 根据你的需要去定 然后第四 单体工程不经 不应再进行项目结构分解吗 单体工程 比如说一栋楼 根据你的需要 我们也可以进行分解 按照什么投资控制 进度控制 质量控制都可以分解 他说不应再 错了 那么这道理正确答案选择B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刚刚我们讲完了第一种组织工具 是项目结构图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组织工具 叫组织结构图 而关于这个组织结构图 在前面的时候呢 我简单跟大家提到过 一说组织结构图 它就是用图的形式 去表达整个组织团体内部 谁向谁去下达指令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组织结构图 A向B1 B2 去下达指令 B向C1 C2 下达指令 B2呢 向C3 C4 去下达指令 这就是一个组织结构图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定义 组织结构图 它是用G型框代表的是各个工作部门 在这里要注意啊 G型框 它代表的是工作部门 比如说 A 就是上级部门 B1 B2 对于A来说就是下级部门 那么这个B对于C1 C2来说 它是上级部门 而C1 C2呢 算作下级部门 所以说 这个G型框 它代表的是各个工作部门 然后用单向界线去连接 G型框 因为它要表达的是指令关系 它为了表达指令关系 所以它用单向界线去连接 我向谁下达指令 我就指向谁 好 这就是组织结构图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个组织结构图呢 其实它是有三种不同的组织结构模式 来看一下 有直能组织结构 线性组织结构 还有矩阵组织结构 对于这三种不同的组织结构 要求大家必须要区分开它们的特点 首先我们先说直能组织结构 先来看一下这幅图 在这幅图当中 A可以向B1B2下达指令 然后B1它不仅可以向自己的直接下属去下达指令 也可以向它的非直接下属去下达指令 那么B2呢同理如此 它可以向它的直接下属C3C4去下达指令 它也可以向它的非直接下属C2去下达指令 那如果后面有很多啊 比如说有B10一直到B100 那你看B这个层级 是不是都可以向C这个层级去下达指令的 对吧 所以C这个层级 它就会有多个指令员 当你指令员很多的时候 就容易产生一定的矛盾 你想啊 比如说 你有好多领导都向你下达指令 是不是就会容易产生矛盾呀 所以对于直能组织结构 它的特点就是有多个指令员容易产生矛盾 好 所以这种组织结构呢 它是有一定的弊端的 也是由于你有弊端 所以呢 仅能适用于中小型的企业或者是项目 而我们一般在哪里最常见呢 在学校里 比如说 小明犯错误了 一般班主任看到了批评他 二般班主任看到了可能也会批评他 三般班主任四般班主任 对不对 都有可能去批评他 所以说这种组织结构 一般常见于在学校里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种叫线性组织结构 线性的 A向BB2下达指令 B呢 我向CC2下达指令 B2向C3C4下达指令 你看 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已经避免了刚刚我们提到那种多个指令员产生矛盾的情况吧 好 你看啊 B只有一个指令员 A B2只有一个指令员 也是A C1 C2只有一个指令员 这些都是只有一个指令员 所以线性组织结构 它的特点呢 是有一个指令员 只有单个的指令员 但是 如果说我从A 一直往下指指指 指到Z的话 你想想 从A一直到Z 是不是路径太长了 指令路径太长了 那时候就会容易让消息失真 所以呢 这个线性组织结构呢 它也是有一定的弊端的 因此呢 也是仅能适用于中小型的企业或者项目 如果你这个企业或者项目很大的话 那么指令路径很长的话 很容易让消息失真吧 比如说我们平时两个人去传话 还有可能会传错呢 你指令路径这么长 肯定不知道都管了多少道玩了 所以啊 它是有弊端的 仅能适用于中小型的企业或项目 而像这种 线性组织结构模式 我们一般在哪里最常见 在军队上 我只管我的直接下属 我也听从我的上级领导 别人管我 我不听 好 这是线性组织结构模式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种组织结构模式 是矩阵织组织结构 来看一下这幅图 你看 它的图形画得也像一个矩形框一样 对吧 而在这里要注意 每一个焦点处 每一个焦点处 它的指令员有几个 两个 每一个焦点处 一个来自于横向 一个来自于纵向 每一个焦点处 它都是指令员有两个 所以不管你的项目 或者是企业有多大 每一个焦点处的指令员 永远有两个 所以 聚织组织结构 它的特点呢 就是有两个指令员 因此呢 它就可以适用于大型的企业项目了 不管你这个项目有多大 每一个焦点处的指令员 永远有两个呀 对吧 好 而且一般情况下 这个横向 只带的是什么呢 只带的是项目部 项目部一 项目部二 项目部三 大家注意 横向指带的是 它横向下达指令啊 很多学员都理解不了 他不知道到底哪个是横向 他认为这个是横向吗 注意 这个是纵向 它是纵向下达指令 这叫纵向 横向下达指令 这叫横向 横向一般是项目部 项目部一 项目部二 项目部三 而纵向下达指令的呢 是各个职能部门 比如说 安全管理 人事部门 这个合同管理部门 基础管理部门 等等 这个说的是各个职能部门 好 那么对于这个图 那如果说横纵出现矛盾的时候 又谁去协调啊 你看啊 比如说在这里 它有两个指令员 横向和纵向 那么当横纵出现矛盾的时候 是A 去进行组织协调 但是A每天管这些事 是不是也是挺忙的呀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那你定义 以横向为主 或者是以纵向为主 如果以谁为主 我们就把它的虚线变成实线就可以了 比如说 我们看B这个图 很明显 它是以横向为主吧 以横向为主的时候 我们就把横向 虚线变成实线 那这个时候 当横纵出现矛盾的时候 我们重点考虑的是实线的 好 当然也可以像C这个图 以纵向为主 以纵向为主 我们就要把纵向的虚线 给它变成实线 当横纵出现矛盾的时候 我们重点去考虑纵向的 好 好 关于组织结构图的内容 我们就说完了 接下来来看一下 涉及到的考点清单 第一个 组织结构图表达什么关系 表达的是上级部门 向下级部门去下达指令 表达的是指令关系 然后第二个 组织结构图当中 这个居形框代表什么含义 居形框代表的是 各个工作部门 上级部门 向下级部门去下达指令 代表的是各个部门 用单向间线去连接居形框 我向谁去下达指令 我就指向谁 好 然后第三 组织结构图的三种模式的区别 和适用条件 三种模式有哪三种模式啊 职能组织结构 线性组织结构 还有呢 矩阵组织结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职能组织结构 它的特点呢 就是有多个指令员 容易产生矛盾 好 然后线性的组织结构呢 其实它就避免了 职能组织结构的那些弊端 它仅仅有一个指令员 但是当你指令路径很长的时候 也会容易让消息失真吧 好 所以它们二者呢 都是有一定的弊端的 因此只适用于中小型的企业或项目 而这个职能组织结构 一般我们在学校里比较常见 线性的呢 是在军队上比较常见 我只听从我的上级领导 我只管我的下属 别人我管不着 别人管我 我也不听 好 而这个聚阵组织结构 不管你这个项目 这个企业有多大 每一个焦点处的指令员 永远有两个 一个来自于横向 一个来自于纵向 不管你这个项目有多大 每一个焦点处的指令员 永远有两个 所以它就适用于大型的项目了 而当横纵都是虚线的时候 那么横纵它出现矛盾的时候 上面那个A 它去负责 去协调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减轻A的一些负担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定义 以横向为主 或者是以纵向为主 那这个时候 以谁为主 我们就重点去考虑谁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第一个 用来表示 组织系统当中 各子系统或各元素之间 指令关系的是 上级部门向下级部门去下达指令 这说的是组织结构图 选择的是C选项 组织结构图 反映整个组织团体内部 谁向谁去下达指令嘛 而项目结构图呢 它仅仅是 我们把一个大的项目 给它逐层分解 从而得出所有的工作任务来 剩下的工作流程图 和职能分工表 我们还没有讲到 那么这道题正确的答案选择C 好了 看一下第二题 某式用企业组织结构 如下图所示 关于该组织结构模式特点的说法 正确的是 很明显 这是一个矩阵组织结构 而且是以纵向为主的 一个矩阵组织结构 也就是说 当横纵出现矛盾的时候 我们主要考虑的是纵向的 好 来看一下 每一横向和纵向的交汇的工作 指令员有几个 两个 每一个交点处的指令员 都是有两个吧 第二 当纵向和横向工作部门的指令 发生矛盾的时候 以纵向 以横向 以纵向 哪一个是实现 我们主要去考虑谁 当纵横出现矛盾的时候 以总经理进行决策 并不是 是以纵向 所以这到底正确答案选择的是 D选项 横纵出现矛盾 谁是实现 我们主要去考虑谁 选D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 关于项目管理 组织结构模式的说法 正确的是 看一下A选项 矩阵组织 适用于大型的组织系统 正确 这个矩阵组织结构模式 不管你这个项目有多大 它的交点处的指令员 永远有两个 所以你这个 不管有多大 它永远是 每一个交点处的指令员 永远有两个 所以它就适用于 大型的一个组织系统 A是正确的 看B 巨站组织系统当中 有横向纵向两个指令员 对呀 一个横向下达指令 一个纵向下达指令 而且横向一般是各个项目部 纵向呢 是各个职能部门 C 职能组组织结构当中 每一个工作部门 只有一个指令员 职能组织结构 每一个部门 它是有几个指令员呀 有多个 职能组织结构 它的特点就是 有多个指令员 容易产生矛盾嘛 而只有一个指令员的是 线性组织结构 所以 C错了 看D 线性组织结构当中 可以跨部门去下达指令吗 不可以 我只管我的直接下属 我只听从我的直接上级领导 别人管我 我不听 我再管其他人 人家也不听我的 所以 不可以跨部门 然后 大型线性组织系统当中 指令路径太长 正确 如果你这个 组织系统太大的话 我们要是用线性的 那么你的指令路径就很长 路径很长 容易让消息失真 好 那么这道题 正确答案选择的是 A B 还有E选项 好 来看一下第四题 下来关于组织结构模式的说法 正确的是 组织结构模式 挑对的 看A 职能型的组织结构当中 容易出现矛盾的指令 职能组织结构 它的特点就是有多个指令员 容易产生矛盾 所以这个是对的 看B 职能型组织结构当中 每个工作部门 都可以对 其直接或非直接下属去下达工作指令 对于这句话很多学院他觉得有奇异 那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我告诉你这句话是对的 它是我们书当中的原话 那么它所表达的意思呢 是这样的 你看A 向B1B2下达指令 然后B1呢 它可以向它的直接下属 C4下达指令 也可以向它非直接下属 C3C4下达指令 同样B2 它既可以向它直接下属去下达指令 也可以向它非直接下属去下达指令 而这个所表达的就是它所说的这句话 你看 每个工作部门都可以对其直接 这个C3是它的直接下属吧 可以向你直接的下属去下达指令 C3C4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直接下属吧 也可以向你的非直接下属去下达指令 能理解吧 而在这里 它所说的这个非直接下属 而指代的是这样的意思 并不是说A 向C 去下达指令 很多情况在我们学员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呢 他就认为是A向C这个层级下达指令吗 并没有啊 在我们教权当中 他从来没有提到过说 A向C去下达指令 他说的直接下属是B 向它的直接下属和非直接下属去下达指令 能理解什么意思吗 好 这句话是对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C 线性组织结构当中 每一个工作部门所获得的指令 是唯一的正确 线性的组织结构 它的特点就是有单一的一个指令员 但是当你路径很长的时候呢 容易让消息失真 看一下D 线性组织结构适用于特大型的组织系统吗 如果说是特大型的话 那么路径很长吧 容易让消息失真 所以它不适用于 矩阵组织结构的指令员 永远有两个正确 一个来自于横向 一个来自于总向 那么这道题正确答案选择的是 A B C E 好 好 这个合同它必须要去协商 所以它要用到双向建线 来回的去协商啊 好 我们看一下定义 合同结构图 这个G型框代表的是签合同的各个参与方 然后用双向建线去连接G型框 那么这个合同结构图它表达的是什么关系啊 当然是合同关系了 那签合同的这些参与方 它们之间的合同关系 好 那这个还是比较简单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合同结构图涉及到的考点清单 第一个 合同结构图表达什么关系 合同关系嘛 合同结构图当然是表达合同关系了 表达就是谁跟谁去签合同啊 第二 合同结构图当中G型框代表什么含义 代表的是签合同的那个参与方 然后用什么线去连接G型框 用双向建线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题目 关于合同结构图的说法 正确的是 A 在合同结构图当中 有合同关系的两个单位之间 用双向建线去连接 正确 双向建线去连接G型框 从合同结构图当中 可以清晰的了解 一个项目有哪些 或将有哪些合同 是的 整个合同结构图里面 他就表达清楚了 谁跟谁去签了合同 有哪些合同 看见这个合同结构图 就全部一目了然了 正确 在合同结构图当中 可以反映出两个单位之间的 管理指令关系吗 合同结构图当中 他反映的是合同关系 而并不是指令关系 B 反映业主方和项目各个参业方之间 及各参业方之间的合同关系 正确 反映的就是看谁跟谁去签合同 E 可以反映出一个组织系统当中 各项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吗 注意 前面我们说了 这么多组织工具当中 唯一的一个能够反映逻辑关系的是 工作流程图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选择的是 A B 还有D选项 好到目前我们已经讲了 三种不同的组织工具 有项目结构图 组织结构图 还有合同结构图 并且这三种组织工具 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六种组织工具当中 最最重要的三种 那接下来 我把他们三者的一个不同点呢 通过这个表格给大家进行了整理 要求大家必须要会 我们来看 首先 项目结构图 它表达的含义 一说项目结构图 就是把一个大的项目逐层分解 从而能够得出所有的工作任务 所以它是能够反映出所有工作任务的 它是把一个项目逐层分解 而且居形框代表的是各项工作任务 直接用连线去连接居形框 没有任何箭头 好 而组织结构图呢 组织结构图 它反映的是整个组织团体内部 谁向谁下达指令 所以它反映的是指令关系 而这个居形框 它代表的是各个工作部门 上级部门向下级部门去下达指令 好 用单向建线去连接居形框 然后第三个合同结构图 它反映的是合同关系 签合同的双方 它们之间的合同关系 而这个居形框 它表达的就是签合同的各个参与方 而用双向建线去连接居形框 好 这个表里面的内容 要求大家必须要去认真掌握的 好